大家好,欢迎回到《望向片七部》的《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次有我许刘先生,还有我们新西兰伊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向部,再加上晒冷气 都需要大家的订阅、点赞、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谢谢大家的支持 接下来小弟会在下个月的月底时 闊别了香港两年多都会回去 本来都很兴奋 不过近来开始有点担心 为什么? 为什么开心才是呢? 很多网友传一些不同的新闻给我 翻查很多不同的地方 很容易人与人之间有点口角或有点不信 我们小时候经常说 不信超?过两招吧 通常都不会动手的 不会的 只是看而已 动手的多 但动手的过往都是属于较少的 现在不是的 经常有这样的消息 很惨啊 很多影片 以前我们小时候没有那么多这些手机 所以拍不到 还是什么呢? 这个有可能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 我们跟别人说 看什么你? 信不信移动你? 什么?过来吧!过来吧! 通常我们下次就不会过去 只会说 一路过一路向后退 或者一句 下次不要让我见到你 一定移动你 不要让我见到你 走啊 但自己在走 自己先走 但是现在不是的 看到不断经常有这些 例如港铁也有 餐厅也有 哇 今次很厉害啊 两位阿太太都打到七彩 他们是什么? 勇武抗争啊? 不知道他们是为了去叫餐还是怎么样 因为事发地点就是吉野家 据说应该是池云山中心的分点 挺有趣的 他们就在点餐收银的位置前面 就展开这一场的激战 也很好 有店员就去调停一下 也尝试把两个分开 两个简直 拍得住MMA的拳赛 其实就像西洋拳赛多一点 像吗?你觉得 没错 是很搞笑的 只是乱扭打而已 是吗? 其中一位 尤其是穿红衣服这位 是打得很激烈的 主要是狂工 那些裁判 职员是没办法制止他们两个 是叫不开 我们看到另一个 因为画面的镜头遮住了 她穿着裙子 其实两个都是中年女子 不过这个 穿着桃红色这个真的很厉害 因为拍片的人 尼远已经看到他们在抽 她一手就扯着对方 这个很啡的长头发 一手扯着她 即是你已经限制了她的活动 她不能跟你拉远的距离 因为你扯着她的头发 她一扯就连自己的头发也扯得了 她走不开 即是她已经限制了位置的时候 即是她的头已经在你的控制范围 她不断用她的右手 就不断狂揮这个 有点像西洋拳的右勾拳 拳拳 对了就请她吃兜除窝面 哇一窝又一窝 窝到 窝了几窝 几窝 几窝上 对了没错 但对方被窝的 又厉害 没有暈倒 也没有什么严重的损伤 可能力度不是那么大 所以才还站在那里 是不是这样 对了连环拳是这样窝 不过虽然我们看到上身 就这样有拳击 又扯头发 又尝试如何拔 不过你扯头发这招 是相当之阴拾的 这个红衫 对了 这个扯头发 在真正的MMA好像是不允许的 不允许的 或者你铲光的头 也可以 我们看到最搞笑是怎样呢 他们打到这一刻就打到飞到去做角落生物 即是 扔过在一边 对了 连电视屏幕做餐牌的位置都移了位置 对了 幸好没有撞出 如果不然 真是大劲 接着我就看到 打了几次之后 就有小朋友进去 我觉得小朋友好像在打电影 小朋友打电影 我看到的挺有趣 很有趣 因为有差点 拍片的那个 哇哇哇哇 世纪之战啊 还是怎样啊 很厉害啊 好像有上东西看 很惨的 有位台湾的朋友 看到这段影片之后 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令我觉得很心酸 他说什么 他说 是不是香港自从2019年黑暴事件之后 人们变了 好像很凶残 我想不到不少也有一些 已经凶残了 就是动了 撕了 撕了 我们两个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自己解决 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撕了 所以旅店员去买调停 都不太有厉害 做家粮 没什么厉害 不好意思 台湾 吉野街没有炸粮 没有炸粮 他们 哈哈哈哈 我们看到的画面也挺有趣的 香港人 是不是自从以来的九年黑暴事件之后 对于这些暴力 更容易接受 他还在叫食物 他还在 我也看见怪不怪的 我觉得 最惨的就是 旁边有人围观 有小朋友围观之余 有人在很开心的拍片 真的阻止他 就只有店员一名 哈哈 就算其他店员 在厨房里的店员 在画面上看到 他们也很忙碌在做事 就算看见外面 打到飞起也好 他们也很专注他们的工作 寸步不离 哈哈 还是香港市民普遍都认同 一样叫私了 就是你们两个搞定他 你们两个搞定他 如果以前我们小时候 看到这些情况 就是这样 喂要打出去打 不要打出去打 其实有 做生意的 不要妨礙做生意 不要把这些事 像叶敏 第三集 张天智常常叫人 在酒楼打 打到人家酒楼懒了 哈哈 哈哈 就是什么师傅 什么师傅 就常常带着徒弟来喝茶 喝茶前打两手 就是这样的 现在不是那个年代 也看到这位阿姐 白衣衣衣 真的很厉害 他直接叫他等 他完全是对双方很有信心 而且他也对自己很有信心 他完全没有看过后面发生什么事 他不管了 第一不关他事 第二可能他很肚饿 希望快点买到东西吃 会不会够 哈哈哈 你觉得去外卖应堂吃呢 应该去外卖吧 哈哈哈 是啊 不要再了 他被人碰到的 但是他不太介意 他没什么 他没什么 真是 他被人捉住头发的那个女人 背脊跌倒了一下 但是他仍然是 丝毫不动地在等她的餐 哈哈哈 没错 我看到一些媒体也挺好笑的 他说 知道这间潮云山中心的 基业家发生了这件事之后 就尝试以顾客的身份 再打电话去问一下 店铺有没有受到事件影响啊 能不能够叫正常营业啊 靠早前有人敢敢敢啊 你是不是傻的 这个人问你多元 记者是傻的 哈哈哈 黑暴吗 打到那间东西都破坏了 就是玻璃条条的那些 就说开不了而已 桌子都破坏了 不是嘛 是不是 不是 最多是推到一个电视机 电视机没有跌坏了 看一款 还有动到一些假 就是这么多的了 当然我相信 在这场拳赛之后 生意要继续做 是不是 一定要继续做 其实你就算见到他呢 一定会继续做 这个记者呢 就是那个弱智程度 就是要拿出来变 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画面的嘛 打紧也有人买东西吃了 何况他们两个散了 散了 难道打紧也在做生意呢 你说打完做不到生意 是不是呢 反而在打紧的时候 可以刺激到一些生意 可能是 多一些客人来围观 是不是 或者进来买个餐 坐下去吃 看看如何处理 看看如何搬好电视 看看如何整理一些东西 需要如何通知警方 看看有没有人来 会问什么 再看看那个女经理 据说那个黑衣是女经理 女经理 是无事 还是什么 就是问一下什么 笑一下吃花生也好 是不是 吃牛肉饭送花生 挺开心 挺好吃的 想起也觉得爽 所以 人们都说 最后也有叫警方来调查一下 据说红衫的 就叫做大获全盛 打到对方爆肝 因为我们在画面很蒙 看得不清楚 是 大家如果想看一些视频 可以去Facebook的《芒向报》 就有那条视频在那里 是的 如果你看到 究竟我们再回到最底层的 就是 为什么突然两个阿太 去吉野家 可能都是买东西而已 为什么会打得很厉害呢 还要是 又扯了头发 又勾拳 还是怎样 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会不会是之前这两个人 本身就有点过节 就刚好去到吉野家 大家仇人见面 就睡外眼红了 刚好这位穿红衫的 又真的眼红着 就动他了 会不会这样 这个也有可能 有时候也是这样 我都听过 差点麻雀费 不肯还 拖了很久 也不肯 找费的话 那就动他 会不会这样 有些是完全不懂的 但也会有心病 那何解呢 就是在街市 大家都知道 街市是湿湿丝丝 迫迫劫的 可能有时候 有时候见到 那些人穿着红衫 那些 好像压压压压 常常拉着买菜 又撞过我 撞过我几次 这不是故意的 噢 今次在吉野家 你又来撞我 然后 这次是你了 今次不忍了 会不会说话 串他还是怎样 又是你 还是怎样 有时候有些人 你可能不认识他 你不知道 但常常见到他 但不信 不信超 不信超 又忍了很久 有些什么触发店 就会移动的 什么呀 什么呀 有时候 我不知道香港的街坊 都是这样的 有时候 搭电梯 上上落落那些 有时候有些街坊 是令人认识的 然后你看看他 他就会超过你 那马上马上 互相会有心病 到时候有些什么事 一下子就爆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里可以见到 社会是否有些隐忧 一直存在 很多人都是找一个机会 来令自己爆 会不会这样 我觉得不好 所以为什么健身室 只要打沙包 主要就是打爆 是需要的 打得多打 有空健身 什么发泄都会发泄 而且要打沙包也挺好力的 负能量转化成一种健康的力量 因为你在健身室打沙包 你将你的负能量宣洩出来 之外也能够令你体魄强壮些 身体健康一些 对不对 对啊 比脱街打人好 全民打沙包的 其实还有另一宗 可以推荐一下 还有另一宗 我们稍后再说另一宗 在地铁的 那个真是可憐 也是差不多 那个更糟糕 比较更糟糕 其他人之间 大家觉不相让 把嘴巴不让 就会动手了 对不对 我想这件事 可能涉及一些口角之争 会是这样 应该一开始也是口角 可能撞到我 或者打我尖 没有 打什么尖 有时是这样 排队 排队的时候 假设我正在排队 我又挂着看 刚才我们看到 右边 有那个电子的标准 假设你在排队的时候 你没有退前 前面那天退前 中间有个空间 突然有人放过去 然后他又跑来买 哎 为什么打我尖 你在排队吗 不知道 哦 在排队的 你没走啊 谁知 在里面 在买 在买 你怎么办 你不走 怎么知道你排队 你卖的 大家不肯让 很多时候是这样 那就开始吵了 有时你的隙子大一点 人们就会洩进来 洩进来的 很坏的 我常常都是 我坏的 我常常只顧着按手机 前面那个走前两步 我都没走前 当我回忆到 咦有空间 我向前踏一步 就有个人洩进来 我试过几次 这样的情况 我走上来 你洩进来也有个人 就是 所以有时惨到是 我明知自己要看 例如像这样的情况下 要看餐牌 我会先拍下前面的人 是怎样的 即是拍下他的背 这样 留个记录 是呀 没错 如果他洩进来 刚才是这样的 因为有试过 有人跟我说 我刚才在排队的 我在你前面的 我说是吗 是呀 假装 盲佬 这样跟我说 试过几次 就拍下他 免得再争吵 难道叫人翻转CCTV吗 算了算了 但是这样的话 又对我不公平之外 对后面的人也不公平 其实还有人在排在后面 所以打之文化这方面 有很多的奇怪怪 好了 我们今节先说到这里 希望大家就以和为归 吃牛是否会怒一点 有些人说 会不会怒一点 应该没有直接关系 我认为是 是狗脾气 人的关系 心情才是最大的影响 我觉得 始终人在街上 就不要这样和人生气 就算打赢了也好 打输也好 都是犯法的 对不对 没错 你们两个吐斗 不过先公平一点 我怕吉野家就会来说 要澄清 我们吉野家除了有牛吃之外 还有鸡 是吗 我也不知道 是甜甜的那些鸡 那些照少鸡 差不多 好 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